T拐,又叫做警拐 T拐在功能上更多功防合一的原理 它在握法上有很多種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用拳頭去直接打擊一些物體 如果物體過硬,譬如人的骨頭很硬 你的拳骨會受傷 若你是一個執法人員 你盡可能避免自己受傷 用拐的位置去撞擊 這種握法我們可以當作是警棍的使用 另外,它還可以起到一個保護作用 因為警棍沒有了護手位 很多時候跟兵器或接觸後 然後滑下來的時候 會很大機會把手指打上 若然你有這個護手保護 它就有這個好處 另外,我們把它反過來,調轉 就像一個錘仔或鐮刀一樣的握法 這個握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撞下去,產生一點的痛擊 它既可以用我們所謂的棍打一大片的原理 那個法力方式 很大力地打下去 但是它的攻擊點是落於一點的 這是具有一個穿透性的破壞力 拐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雙手配合近身作為一個推檔性的攻擊 這個攻擊就是當你很近身的時候 對方握著這支拐 你如果兩隻手一握一扭 基本上它的手腕就會受傷 也可以將它制伏 還有用這個拐的中間部分 我們去推對方的頭部 人中、鼻骨 甚至膝蓋的波羅蓋下面這些部位 都可以令到一個人瞬間被制伏